各位参与2017数位汇流趋势论坛的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用远距预录的方式参与这个重要的活动 其实这也符合这个论坛的精神,数位汇流的好处之一 就是透过科技的融合,能够在同一个场域容纳更多人用不同的路径表达更多元的意见 而公共事务的讨论,如何借助数位科技的力量更普及化,更精致化 这个就是我目前在行政院投入的工作 而除了深化民主之外,数位汇流对于产业的发展,对于人民生活革命性的改变 当然还是在于打破旧有的产业分工,能够跨系统跨平台的来提供内容,提供服务 对于政府来说,首要的工作就是法律制度,要能够与时俱进 我们不想要成为创新发展的障碍 所以针对平台的经济,对于无人的载具,各种各样的创新的法规条式 都在V台湾社群的协助之下,我们在进行研究和讨论 然而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在张庭一张主委的领导之下,所积极推动的数位通讯传播法和电信管理法草案 一方面呢,我们松绑了电信产业营运的高度管制 来带动基础的建设,让网络能够加速建设 但是更重要的是,数位通讯传播法导入了网络治理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要透过民间的自律,透过公民协力 来维系数位汇流所需要的弹性和创新 但是又能够坚固保护到社会公益 这些最基础的法案,我们在行政院已经有相当深入的讨论 我们也希望立法院的朋友能够协助我们进行审议 两个月以前,张主委跟我在Facebook的邀请之下 前往矽谷与Facebook主管全球公共事务的副总裁 Elliott Schradge进行会谈 我们双方有高度的共识 Facebook会跟台湾继续深化他们的联系 在自律创新开放的原则之下 例如像说透过加入台湾的商业同业工会 或者例如像说协力举办亚太的网络安全高峰会 这些方式跟台湾各界能够有更紧密的合作 一起来面对数位环境的契机与挑战 这个也是我认为在数位汇流时代 政府应该秉持的基本态度 我们不再是单向的去什么推动政策 不是去法规管制 而是除此之外,要去做公民协力 要强化跨域的治理 这样子才有能力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和社会动态 去年底开始,行政院推出了数位国家创新经济 DigiPlus这个方案 我们在八年之内投入1700亿的预算 建构出有利于数位经济的基础环境 巩固基盘的配套措施 打造优质的创新生态 我们在这些基础上面来实现智慧生活 来平衡城乡的环境 而且我们期盼透过这个方案能够让社会展现出不同的风貌 展新的未来 不过呢,数位国家创新经济这个方案要推动成功 光到政府呢,是做不到的 业界和社群的参与和贡献不可或缺 简单来说,我们需要更多像今天这样的对话的机会 我们要群测群力,相互学习 我认为只有透过更多的对话沟通 才可以逐渐打造更多的了解和互信 我们才能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来成就更多的事情 最后,我想祝福这次的论坛圆满顺利 大家都能满载而归 谢谢大家